今天我发现了一个非常有趣的机关锁 怎么把它打开呢 首先这把锁是没有钥匙也没有钥匙孔的 中间有一根柱子可以上下活动 也可以360度旋转 但是这些操作对于我们打开这把锁是没用的 这里有几条信息 当我们将这把锁往右边倾斜时 柱子会被卡住 锁把盒柱子都会被挡住 再往左边倒下就可以拔出来 很明显是左边这里有一根可以活动的钉子挡住了它 除此之外当柱子一到这个位置的时候 它也会被卡住 这就说明里面这根钉子很长 而中间柱子上的凹槽太前 那我们就需要找到一个能完全把钉子藏进去的孔 才能打开这把锁 要知道中间的这根柱子在上下两个卡点之间 大概一公分左右的范围是可以自由活动的 那我们就在这段距离左右移动或者轻微的旋转 寻找一个合适的点 如果感觉到有东西掉了进去 并且柱子被卡住 那就证明这把锁我们已经打开了 我们来看看它里面的构造 这个钉子可以同时卡住锁把和柱子 我们只有把它移动到这个位置 完全掉进这个孔里 才可以把锁把打开 所以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在这个肿口里面的地方 我们下期再见 这个东西才能奔成